我多久沒試過這樣的開場 晚安各位 歡迎來到恆行越南 作為一個旅遊的頻道 去到每一個地方 一定是要介紹一些當地的酒店 繼上年我介紹完這個中山的希爾頓花園酒店之後 今次來到越南的演講 我又來到這個希爾頓花園酒店 不過是演講版本 完全沒有新聞和一間collection 純粹我在chip.com發現這間酒店 好像挺漂亮 好像挺划算 所以就來到這間酒店看看 這間酒店位於演講的美溪沙灘那一頭 機場很近 十多分鐘 演講很小 演講去哪裡都很近 不過這裡再近一點 那這條影片呢 就跟大家去看看這個地方 當然會有room tour 跟大家看看這間酒店 以及我住的感覺 這次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今餐是有包早餐的 我之前住酒店都不包早餐 今餐竟然包早餐 為什麼要包早餐呢 可能應該是因為便宜 這次住19樓 挺高的 OK 1906 Noknok 爆光了 好 我們門後一走進來 轉左 其實已經是我們的廁所 其實它的廁所 都挺大 進來會有一塊挺大的鏡 然後 右手邊是浴缸 我昨晚其實也有試浸過 我想我一百零CM 是浸得我整個人的 我不是很需要曲腳的 所以這個是挺好的 那看出去呢 其實是一個透明的玻璃 如果你說我想要一些privacy 可以拉一個鏈 它會拿回來 那也是挺好的 然後呢 洗手盆 洗手盆上面呢 背、毛巾這些都是非常簡單 那如果呢 你是不記得帶有一些東西 例如是牙刷啊 牙膏那些 那你可以這樣打給它 它都是會profile的 那這裡的其中一個挺好的地方 就是它會有這些的 Body lotion 有些hand wash 那之後就是一個的風筒啊 毛巾啊 都是那些什麼 那這邊做了一個乾濕分離 到來一個的護浴間 那護浴間呢 它都會有的 Body cleanser 一個的洗頭水 一個護髮素 不同的產品 都是會有不同的醫學的保養 這裡好像很著重這些護膚物 例如這個的Body cleanser 它又會有維他命B5啊 又會有維他命E啊 好像沖了完之後就會很健康 這樣 走進來 那會有個的巴桌仔 那些都是可以免費的 那些都是可以免費的 因為我預訂的這間房子 就貴一點點 所以呢 它就有封 手寫信 我不知道是否每間都有 但是是預訂我這種房型的 住客才有的 那它會送我一支Sparkling 還有朱古力 挺好的 這些伺服的東西 你知道嗎 很重要的 之後呢我們走進來 房間 一個很大的放行李箱的一個地方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床 那我昨天試睡完 其實床是挺舒服的 但是呢 我覺得 尾中不足的一個點 是它的枕頭 比較上軟一點 就是我 要佔兩個搭高它 我才覺得 承托到我的頸 太軟了 這邊呢 有個 又是一塊很大的鏡 還有一個 都挺大的 一個工作的area 那麼 有彈燈這樣 是挺好的 我昨天都在這裡做過一輪 都是挺舒適的 訂這間房的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這間房 其實是一間海景房 那相對於它普通的房型 多了個露台 還有多了個海景 那樣的東西 那是為什麼我昨天晚上進來 的時候不拍 這條酒店片呢 就是因為我要等 現在這個早上 OK 好 走出去 哇 大哥 這個海景 怎麼不心動啊 會不會太美啊 這個海景 這一間呢 其實是一個露台的海景房 那所以 在酒店房呢 一推門出來 那其實就會 有個 比較上 空間都挺舊的一個露台 那基本上呢 就是 坐在這裡 然後 就磨住外面的海景 那當然啦 因為今天是30度 所以我現在呢 是有少許眼都抹不大 有少許燒屎忽的感覺 但是 整個 vibe 是很正的 還有這裡呢 有一件事呢 我覺得是很喜歡的 就是這裡沒什麼 蟲 不知道怎麼做到 這裡 就是地理位置 優越還是怎樣 是舒服的 如果不是那麼熱的話 不行 有少許流汗 進去 不過就這樣看 這個海景 這個已經是 即回票價了 現在來到這個 泳池 有個 無邊際泳池 最高那層 26樓 還是27樓 有個無邊際泳池 看著這個 美溪海灘 有個小泳 這樣 但是 就 有少許牙煙 因為外面呢 是沒有爛的 不過打卡就一流 就是在 這裡 拍出去 所以 不過就 我就 不太太拍這些 打卡照 我原本呢 就有帶泳衣的 但是呢 我見到呢 去那個的 無邊際泳池呢 沒有圍欄呢 我 頓時 不想有料 有少許銀鉗 任國上 不過 漂亮還挺漂亮的 看一下 這裡 roof top 最高樓 看下去 美溪海景的感覺 跟我在酒店房出去呢 就 再高一點 感覺上呢 就 再有少許不一樣 在這個 泳池 一回來呢 那 要上個立木梯呢 才可以去到這個 Gym Room 先去這個 Gym Room 空間就不太大 不過 都 有粗的東西 都可以粗的 武靈 Cable機 這部Cable機 其實都OK 都粗到很多東西 那 拍步機 打車機 這邊 壓力 就沒有了 就完了 都 相對比較少一點 其實挺有Feel 初初一下 舉一下二頭玩具的時候 出現海灘 整件事 都挺有Feel的 我覺得是挺正的 我覺得這間酒店有個優勢 就是地理為之 比較優越 就是 這個很近浪橋 你要去市中心 夜市那些 其實是非常之方便 然後你要去出海灘 走幾步出去就是 來到酒店 一定要試一試這裡的 早餐 看看這裡的早餐 可以不可以 剛才出去看完一陣子 都是比較簡單的食物 煎蛋 麵包類 腸仔 豆 蔬菜 平時你在酒店店都會吃多的食物 但有些比較特別的食物 例如是一個Sticky Rice 還有當然這裡是越南 所以這裡是會有越南的Fu 待會也會試一試越南的Fu 夾了一個腸仔 夾了一些煎蛋 一些菜 一些菇 有一個Good Good Breakfast 對 都是想像中的味道 會說 特別難吃 不過 就是這樣 來到越南 一定是要吃Fu 誰知道我第一個Fu 就是這個酒店Fu 叫了一個牛肉的Fu 很快 一秒直到 試一試 我原本以為Fu 是類似果粉的Friendly 不知道是這個質感還是Fu 是類似的 它的質感又不是粉粉的質感 吃起來比較鮮韌 大約薄一點 我自己覺得是比Fu 好吃的 這間Fu 也蠻好吃的 牛肉試一試 牛肉很韌 牛肉一般 麵很棒 來到 我觀眾最關心的部分 就是究竟這裡 多少錢一晚 我這次來演講 是八日七夜 我白車也是住這間酒店 總數 年稅 是3524元 440元 一晚 這個level 哇 瘋 因為我是在Trip.com那裡 訂 Trip.com有時候會有些優惠 所以我現在這個價錢 未必是你們會拿到的價錢 自己上去一些不同的網站 就會價錢 但是如果你問我 這個價錢 這次 400多元 一晚 這個level 有海景 有露台 這間酒店房 超大 有浴缸 這裡的Service 也是很棒的 又包上早餐 400多元 為什麼我不選這間酒店 今次的酒店開箱片 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鈴鐺 搶先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